新冠病毒的疫情持续的升温 多个行业当然都受到了影响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召开第29次应变会议后 指示财政局、经发局等单位 公布新北市的第二波纾困计划 加大纾困力道共度难关 最重要是针对这一次的一些纾困方案 做了一些第二阶段的一个提醒 因为我们在急速宽检补平 第一阶段所提出了以后 这段时间也不断的看着疫情的发展 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或是一些商家做讨论 发现这段的疫情还要持续满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这几天经过讨论过后 尤其是我们的财政局跟经发局 特别针对属于地方可以处理的一些税收 或是相关的租金 做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财势 新北市在提出了产业纾困计划 针对旅游客运业、饭店旅游业者 以及零售摊商等等 受新冠病毒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 加大纾困的力道 包括了补贴牌照税 因纳税额的50% 饭店旅馆业者 已停用部分的营业面积房屋税 由3%降到2% 零售摊商的部分 则是4、5、6月的租金打5折 来减轻负担 能够安然地度过疫情艰困时刻